各位兄弟姐妹,各位来宾,大家午安。 很高兴我今天能在这儿向大家做我自己的见证,来到神的面前。 由于时间的关系,我就不详细介绍我自己了。 我叫汪琪,来自中国北京。 我从事的职业是舞台剧和影视片的制作。 如果有进一步想了解我情况的朋友,你们可以在这个百度和孤独的搜索引擎上输入制作人帮旗。 那里有详细的资料,谢谢各位。 我是今年1月份来到奥克兰的。 我姓祖的起因却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。 我2月6号的早上在睡梦里,突然就惊醒了。 然后就是天旋低转,双本失聪,然后是欧吐物质。 我先生有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送到了这个NOSCO的北岸医院。 当时整个人因为晕得实在是太厉害了,感觉就是360度的那种旋转。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我先生和这个医护人员都忙做一团。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,感觉跟他们离得越来越远。 我感觉自己都飘起来了,但是不知道要飘到。 所以我当时心情是非常恐惧紧张。 我就大声地在那儿偷偷流涕呼喊。 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么喊完之后,我可能就陷入某种婚异状态了。 但是第二天,我的状态就有所好转。 左边的耳朵也会不正常了。 这个悬晕的这种程度也减弱了。 最重要的是我不再那么恐惧了。 我的心情随之渐渐地平静下来。 我当时我先生一直悉心地照料我。 他叫Michael,今天他也在这儿。 他接下来要做监禁礼。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 我觉得心中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。 因为我总觉得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是很不安的,很焦虑的。 但是这一次我没有这些不好的感觉。 我就在思考人生病了,为什么心情能如此平静? 能够如此的喜乐? 这有点超出了我理解的范围。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神在我身上做工了。 因为按正常的逻辑,我解释不了这种状态。 人只有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变得谦卑了,才会来仰望上帝。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人不到绝路,它是不会向上看的。 大家只会在平地上面走路。 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这个活动呢, 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这种心得。 其实在中国吧,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。 大家都习惯于说空话、假话、大话。 所以我们也不再相信什么东西。 这种情感都是完全的封闭在自己的心里的。 但是在这里的兄弟姐妹呢,为一个素顾相识的我, 大家一起为我祷告,为我谋福。 所以我特别地感动。 我自认为是一个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人, 在国内国外都生活学习过、工作过。 因为我本身又住在这个文化娱乐圈里面, 见过了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情。 所以这种房子、车子,还有优越的生活, 但是换不来我们心中那种心灵的安宁。 所以我开始听讲座,来参加教会的活动, 做灵修,记笔记,还有听不到。 我开始顺从自己的心,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。 因为我不认识神,但是神却没有抛弃我。 他借这次很特殊的机会,打开了我心里的眼。 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愚蠢者, 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, 什么都OK了,什么都可以做。 自己很有自信,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是不可以进行自救的。 我们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。 这是我听远志明孟师扑道的时候说的一句话, 我觉得很有道理。 其实我们是一群被上帝用鞭子赶到地上来的一群吃草的羊。 耶稣就是我们的牧者。 祂说:"你们到我这儿来,出路有草吃。 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 信我的永远不恶,信我的永远不渴。 我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有的人祷告的时候会泪流满面。 一开始我不理解,现在我理解了, 我觉得那是对神的一种渴望。 今天我来到神的面前, 把自己完全的奉上交锅给主。 主的宝血洗净了我身上的罪, 祂赦免了我并给我自由。 我觉得从此以后,我可以跟祂一起追寻着祂的角度去找有生的路。 信主是有福的,是蒙恩的。 我希望大家也是这样。 天国不在这里,也不在那里。 天国在主掌权的地方, 在主有大作为的地方, 在主有荣耀的地方, 天国就在我们各自的心里。 谢谢各位。 王岐,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? 我承认。 你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全能的神吗? 我相信。 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,全能的神, 我相信。 你相信圣灵是赐新生命的宝会师,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吗? 我相信。 你愿意圣喜归主, 通过洗礼与祂同死同埋葬同复活, 加入教会吗? 我愿意。 王岐, 照着你所见证的,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, 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别人。 我愿意大悔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